本期视频您将学到ChatTS的三种使用方法 包括本地部署 谷歌colab部署 GitHub Codespaces部署 部署方法百分百成功 好兄弟们这两天相信玩AI文本转语音的小伙伴 都被一个叫ChatTS的文本转语音工具刷屏了 那这玩意有多强大 相信我不说你们一定注意不到 从这个视频开始到现在所有的语音 我都是用ChatTS生成的 好那现在是我的声音 那虽然这个项目刚上线不久 但是已经在GitHub上强势斩获了15k star 因为这个效果确实强到不行 而且关键它还开源 我也在前两天连发两条推特推这个项目 那这一期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部署使用ChatTS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我多说一句 因为这个项目刚出不久 而且项目方这边更新也比较频繁 项目的分支也比较多 所以大家在实际使用中遇到和视频不符的情况 也可以看一下我视频下方的评论 也欢迎各位大佬在视频下方随时分享有关这个项目的动态 然后我也会把ChatTS官方的B站链接和Q群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大家也可以联系官方获取最新的资金 另外本期视频所有提到的链接地址 大家都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的描述中找到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稿 哦对了再多说一句 那因为这期视频我们是插播的 所以扣子系列的第三集我们就推到这周五上映 I'm sorry I apologize 好我们是一个正经的频道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Google Club上部署 那自从ChatTS发布之后 可以在Google Club上部署的ChatTS项目也有很多 那我觉得目前这个项目做的是比较好的 项目作者这边不但做了前台 而且功能上也基于ChatTS做了托充 那我们来到这个ChatTSClub的项目的页面 页面地址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中找到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下方OpenInClub的按钮 那要使用Google Club需要我们有一个Google账号 那还没有Google账号的小伙伴 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视频 我在这个视频中对注册Google账号做了详细的演示 好在页面跳转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这个Club的脚本页面 那这个代码呢我们看到也很简洁 因为要用到GPU 所以我们需要在运行代码之前先提前设置一下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修改 然后找到这个笔记本设置这里 然后在这里它默认是这个CPU的选项 我们选择这个T4GPU就可以 好然后呢我们来保存一下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我们点击上方这个代码执行程序 然后呢点击这个全部运行的按钮 好这里呢它会弹出一个警告的提示 我们点击这个仍然运行 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代码已经开始运行 我们看到在运行到第二段代码的时候呢 它会为我们下载一些模型和相关的依赖 那我们等待一下它这个代码的运行完成 好这个脚本大概跑了有三分钟左右啊 我们就看到它下方刷出来一条Public URL的网址 那这个脚本在跑的时候啊 它在上方会有一个报错 那我们看到这个报错呢也不用管它 我们只需要等待这个Public URL的网址刷出来就可以 好那我们点击这个网址来进入我们的前台页面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Club TTS项目的前台 那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功能啊它主要有三大块 首先第一块呢是这个音色抽卡 然后第二块呢是这个长音频生成 第三块呢是角色扮演 那角色扮演这边呢顾名思义是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Channel TTS生成的音色 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对话 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三个不同的角色来玩狼人杀 或者呢搞一个老师的声音给我们讲软件硬化 那说到这里啊兄弟们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好我们是一个正经的频道 那因为角色扮演这个模块呢 需要调用这个大语言模型的API 所以我这里就不做演示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自行尝试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功能音色抽卡 那简单说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功能 去刷我们喜欢的音色 然后呢我们再刷到自己喜欢的音色之后呢 就可以去固定这个set值 这样我们在以后生成这个长音频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这个音色的统一 那我这里来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因为我们这里只是想抽卡音色 并不是做这个具体的长文本生成 所以我这里给到这个测试文本呢就短一些 我们只保留它这个第一句就可以 因为文本越短啊 生成的速度也就会越快 效率呢会更高 然后下方这个set的生成数量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一次生成几段不同的音色 那这边呢我们直接给到五段 我们多抽一些 好然后呢我们点击下方这个随机音色抽卡的按钮 与此同时呢我们返回这个club的后台页面 我们看到这个程序已经开始运行了 那我们来等待一下这个音频的生成完成 好音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看到每一个生成音频的下方呢 都有一个种子数 那这个值呢就是我们当前生成的这段音频的set值 那大家在看到这边生成音频之后啊 需要再等待一小会 这个音频的波形图才会显示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波形图之后呢就可以预览播放了 好那我们来分别听一下 那这是第一段音频 这个种子数呢是6731 好我们来点击这个播放按钮来听一下 景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 但也有不辣的这个选择 好然后呢我们来听一下第二段音频 景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 但也有不辣的这种选择 那这段音频明显就跟上方的不一样 上方的这个是个男生 然后下方是个女生 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第三段 景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 但也有不辣的这种选择 好然后是第四段 景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 但也有不辣的这种选择 好然后是第五段 景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 但也有那种不辣的选择 那虽然他读的这个文本呢是有错误的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听出来 这五段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觉得前三段的音色还不错 是我想要的 那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保存种子的按钮 将这三段音色呢保存下来 我们看到在我们点击这个保存之后呢 在左边这个种子管理界面这里 就保存了我们刚刚选择的音色 那这三个set值呢 也是和我们刚刚右边生成的这三个set值对应的 我们还可以将这个音色来重命名 比如说6731这个音色 我们再来听一下 景川美食确实以辣文明 但也有不辣的这个选择 好这是一个男生的音色 我们可以修改后方这个name的字段 来给他命名 那我们来双击一下 比如说我给他命名成小帅男 好然后我们来点击这个保存按钮 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音色的命名 那同样的操作呢 我们也可以把后两个我们保存的音色来命名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区分和记忆不同的音色 好然后在我们刷到我们喜欢的音色之后呢 也就是这个长音频生成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刚刚选择的音色 去生成一段相对比较长的音频 那这边我就来粘贴一段我视频的文本 然后呢 我们看到右边 这里有一个指定种子 比如说我们想用刚刚生成的这个6731 也就是男生的音频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种子来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种子数来粘贴过来 然后呢 我们先保持下方的这些参数为默认不便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生成音频 来听一下效果 好音频的现在已经是生成中的状态 我们返回club的后台呢 也可以看到它这个程序正在运行中 那我们来等待一下这段音频的生成完成 好音频已经生成了 还是一样啊 我们刚刚生成音频的时候呢 是看不到这个音频的波形图的 我们需要等待这个音频的波形图刷出来 才能预览这段音频 那我们再稍微等待一下 OK 我们又等待了大概一分钟左右啊 这个音频的波形图就刷出来了 那大家如果等待时间较长 这个波形图还没有刷出来呢 一般是这个网络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个音频呢 已经在后台生成完成了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club的后台 然后找到左边这个文件夹的按钮 然后在这个ttsclub的文件夹下 找到我们刚刚生成的音频 然后直接右键 把我们生成的音频下载到本地去播放即可 好 那我们还是返回这个程序的界面来试听一下 角色扮演这边顾名思义是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chats 一次生成的音色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对话 那比如说我们设置三个角色来玩蓝沙 或者搞一个老师的声音 给我们讲软件硬化 那说到这里 兄弟们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好吧 我们是一个正经的频道 那因为这个角色扮演模块 需要调用大语言模型的API 所以我这里就不做演示 那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自行尝试 好 我们可以听出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这个chatts这里有一个读音错误 不过如果我们真正去使用的话 也可以单独的去刷一下chatts这个词 或者是只刷一下这句话 然后去在这个后期的简直软件中 去做一个评接和修正 那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操作 那如果生成的这段音频没问题 我们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下载按钮 将这段音频下载到本地 那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这个chatts筹卡 并固定音色的方法 我就不继续操作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署方法 直接用gethub的codespaces部署 那每一个gethub账号呢 都为用户提供了120小时的运行时长 和每月15GB的容量空间 那我们可以在登录gethub之后 右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 找到这个settings 然后在这个账单和计划选项的下方 点击第一个选项 然后往下拉 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账号codespaces 当前服务的使用情况 那我们来到这个项目的页面 那这个项目呢 也是一个大佬开发的chatts的一个分支 它是支持在这个gethubcodespaces上运行的 那这个项目的页面地址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好 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绿色的code按钮 然后我们单击右边codespaces的选项卡 好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创建按钮 那在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先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来等待下这个程序的自动部署 我们看到它在下方呢 正在部署安装一些相关的依赖 那我们来等待下这边部署完成 好 大概等了有四分钟左右啊 下方这个中端这里呢 就跳转到这个workspace chatts的命令行页面 那我们来复制输入上面第一段代码 然后粘贴下来 好 我们来提交安装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tts是否可以跑起来 我们来复制第二段这个测试的命令 好 然后我们还是右键粘贴一下 好 我们来回车提交 好 我们看到在我们第一次提交这个命令之后呢 它这边还会为我们下载一些相关的模型和依赖 那我们来等待下这边下载和生成的完成 好 大概过了一分钟左右啊 这边的音频就已经生成了 那我们看到左边这个文件管理器 这里呢 就刚刚生成一个testlwav的文件 那我们来单击这个文件 好 然后在上方这里单击这个播放按钮来试听一下 那因为我们刚刚这个给到的文本有点短啊 所以它这个生成的音频呢 只是一闪而过 那我们还是返回说明文档这个选项卡 我们再来试一下它下方这个固定sit值的例子 好 我们来复制一下这条命令 然后呢 还是右键把这条命令粘贴一下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条命令多了一个参数就是sit值 它这里控制这个sit值是222 我们先保持不变 然后我们移动这个光标到这个文本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文本来改长一些 好 比如说我给它改成这个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然后这边文件名这里呢 我们给它重命名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test2 好 在一切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来回车提交生成一下 那可以看到这个程序呢又跑起来了 那我们来等待一下这个音频的生成完成 好 大家过了不到20秒啊 这个音频就已经生成了 我们在左边还是找到这个刚刚生成的test2的音频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试听一下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好 没有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生成音频的音色和语气呢 也保持了这个tts一贯的水准 那如果我们需要保存这段音频呢 可以点击后方的这三个点的按钮 然后呢 单击这个下载 将我们这段音频的下载到本地 发生什么事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就没有搁下载不到的番号 文件 好 我们是一个正宁的名 那如果我们在点击下载按钮之后 发现它这个无法下载网络错误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左边资源管理器的下方 找到这个test2的音频 然后右键 选择下载 这样呢 我们这个test2的音频就可以被我们下载到本地 好 那这就是我们在github中 通过codespaces部署chatts的方法 虽然是纯代码的形式没有前台 不如这个club部署直观 但是googleclub有一定的用量限制 codespaces这边的用量更充足一些 而且同样支持设定set值去控制音色 那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一下 那这里多说一句啊 就是大家在用完这个tts之后呢 最好记得及时关掉这个codespaces服务 因为它这个用量还是有限的 那我们可以返回这个项目的github页面 还是单击这个code的按钮 找到我们当前运行的这个工作台 点击右边的三个点 然后选择这个delete删除即可 这样就不会浪费这个codespaces的使用量 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tts在本地的部署 那当然有程序基础的小伙伴啊 可以直接根据这个官方的配置文件 去下载相关的依赖就可以 不过我这里呢 找到一个大佬写的这个一键安装包 可以在windows上一键安装完成部署 那我们来到这个chatts-ui的项目的页面 那这个页面地址呢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 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 提供了在不同系统上的部署方式 包括在这个linux下 然后macOS下 还有这个windows下的部署 那在windows下呢 它是有这个一键安装包的 我们返回上方这里 找到这个windows预打包版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release的按钮 好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下载这个完整包的文件 那因为这个项目还在不断更新啊 我当下下载的是这个v6.0版本的文件 可能大家看到我视频的时候 已经是这个7.0或者更高版本了 不过这个部署的流程应该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点击第三个huginface的链接 来下载一下这个一键安装包 然后这边它还有一个7.0的升级版本的补丁 那我们也点击这个下方的链接来下载一下 好我们等待一下这两个文件的下载完成 好在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分别解压一下 我们选中这个加速包 然后右键 选择这个解压到每个单独的文件夹 好在解压完成之后啊 我们来把这个补丁和这个6.0的程序来进行一个合并 我们进入这个7.0补丁的文件夹 我们来选中这三个补丁文件 然后我们来复制一下 那这里我们千万不要用剪切啊 因为我们在拷贝一些文件的时候 用剪切呢是一个非常没有素质的行为 好我们是一个正... 那我们返回这个6.0程序这里 然后我们把刚刚复制的文件呢粘贴一下 那这里我们选择这个替换目标中的文件就可以 好在覆盖完成之后呢 我们直接右键然后打开这个程序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开梯子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梯子关掉 因为有时候挂带里可能会导致这个程序运行失败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程序的网页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程序已经运行成功了 那我们来大概的熟悉一下这个页面 首先还是最上方啊 这里需要输入我们合成语音的文本 然后下方的音色这里呢 这个程序已经默认给到我们三个男音色和三个女音色 我们也可以分别试一下 同时这个程序呢也支持我们在这里自定义这个音色的set值 然后Provent这边呢 我们可以填写一些语气词 比如说这个大笑呀打断呀之类的 那我把我电脑这个任务管理器呢放在右边 然后这个XLTDS的后台呢放在下方 那我这台机子的配置很低啊 用的是AMD的370X的CPU 然后显卡这边呢更烂 用的是这个1050Ti 不过我早前测试它这个6.0版本的时候 用的是CPU跑的并没有走显卡 那我们在文本这里呢 还是输入这个床前明月光一湿地上霜来试一下 因为很明显呢我这个配置跑不了太长的文本 好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立即和尘声音来跑一下 我们看到在下方呢这边已经开始计算了 与此同时呢我CPU这边呢直接拉满 但是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啊 它这个推理只用了不到15秒就跑完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下方呢 找到我们刚刚跑完的这个文件 那我们来试听一下这个效果 那这个自然度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文本给的还是太短了 所以这个效果呢并不是特别好 那我们来加长这个文本来试一下 好我们还是点击这个立即和尘声音 可以看到我CPU的利用率呢又直接被拉满 那我们来等待一下这个合成完成 好这一次呢大概跑了有36秒左右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音频的效果 好那我们再来换个音色试一下 我们选一个这个女音色2来试一下 我们还是点击这个立即和尘声音 好没有问题 还是跑了有36秒左右 这个音频就已经生成了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女声的效果 好这个女声的效果也没有问题 那关于这个程序的本地部署呢 我就演示到这里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 如果大家在启动这个程序时候报错 把代理关掉就好了 一般都能正常启动 好那就在我这个视频准备发布的时候啊 我前面介绍那个club版本的作者呢 也更新了这个windows的一键安装包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项目下呢 找到某度网盘的下载链接 然后呢把这个安装包下载到本地 解压之后呢 直接运行这个P数理文件即可 界面和操作呢 和我刚刚介绍的这个club版本一样 这里呢就不多做赘述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我使用这个Chat TTS的一点心得 那Chat TTS在生成语音的流畅度和拟人度上呢 确实效果惊艳 那这个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如果当前作为生产力来说呢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那首先呢 就是我们无法训练自己的声音 只能用C的值去控制音色 这可能还暂时满足不了 有声音定制化需求的小伙伴 当然在官方的开发计划上啊 对于LARA的训练呢 也已经在计划之中 其次呢就是这个声音的稳定性 和长文本的输出上 其实当前官方放出的这个版本 并不适合生成太长的文本 那有些小伙伴可能说啊 我可以将这个文本切分之后分段生成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 可能就会遇到切分之后 这个分段文本的音色不统一 即使控制了C的值呢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分段录制呢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去解决这个统一性的问题 实际操作起来呢 和理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最后呢 就是在不同的音件上跑 即使控制了这个C的值 生成的音色呢 也会有变化 比如我同一套参数 在Google Club上生成5个音频 然后再在本地呢 用同样的C的值去跑 有三段的音色是差不多的 有两段就完全不同 那如果大家有控制音色需求的话 最好还是保持同一个设备去做输出 那我相信China TTS团队这边呢 也已经在安排下一代更强的模型 我们也期待官方能再一次给我们带来惊喜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和推特 官方有第一时间更新的话呢 我这边也会发布测试视频 有想了解更多AI生成语音项目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两期视频 里面介绍的项目也各有亮点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最后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